这儿大呀不中流 你看看啊 放着这长安的平安日子 他不过 泡那么老远 在哪儿不是做生意啊 这都两个半月了 你说说 咱们儿子什么时候回来呀 竟是我瞎操心 我呀 不管了 谁呀 谁呀 来了 来了 来了啊 儿子 你回来了 你怎么啦 这 你怎么了 你这是怎么了 哎 儿子 你怎么了 你倒是说句话呀 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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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这就上午后铺报案去 你一定要把儿子找回来 你别管了 赶紧回屋躺着去啊 回去吧 回去吧 路上小心 早去早回 怎么我人就不见了呢 我得找他去 行了 你回去吧 回去吧 乘客 我送你 Moi 你这难道 一路 我 soda 我的 掉 这个 前河名利皆无异议 一切有如梦幻泡影 赚得再多有什么用啊 赚得再多你带得走吗 所以大家在平时生活里 要少一点钱 少一些名利心少一些攀比心 学会控制自己的欲望 是不是 你讲得好 讲得好 讲得好 好 讲得好 有人见到我总是会问 说贺大善人哪 你这么大的家产 这么多的钱财 都是从哪儿赚来的呀 这话我就不爱听 哎 这叫什么 这就叫执念 这就叫贪欲 哎 你应该问我 贺大善人哪 你赚的钱都花到哪儿去了 对吧 我就可以很肯定地告诉你 绝对没有用来享受 这大事我的钱 菜做得好 顶急的 我的钱都是用来做慈善 做布施 像组织今天大家这样的聚会 希望你们能够传达我对佛学的理解之深刻 是不是啊 嘿嘿嘿嘿 再叫他 再叫他 他叫他 说他 讲得好讲得好讲得好 这位小哥 我似乎不记得请过你啊 嗯 我是替凡舍公司四娘来的 哦 他今天有事走不开 哦 四娘啊 呃 四娘可是女中豪杰 竟也有心向佛啊 是啊 四娘啊 最宠拜你了 他说啊 听您讲经 比去庙里烧香还管用呢 哦 对了 嗯四娘还说 您家的佛经 都是真剑 真剑 呃 这话讲的倒也不假 哈哈哈哈 啊 就在前几天 几位从天竹来的高僧 赠予我一本宝贵的真经 不夸张的讲 整个长安 好不 是整个大堂 也只此一本 哎 我说何大善啊 那你把这真剑拿出来 让我们都开开眼呗 让没有慧根的我也见识见识嘛 是不是啊大家 让你看他眼吧 可以可以 大家共沾法语罢了 见真经 思佛陀 都是缘分缘分哪 哈哈哈哈 管家 去吧 哎 吃好 吃好喝好啊 哈哈 谢谢 林白的死亡时间 不会超过十二个时辰 更确切地说 不会超过四十 可 可是他昨天半夜里 他 他回来了呀 死因确认是溺斃 昨天夜里 他回来的时候啊 浑身都湿透了 我知道了 一定是他的魂儿 四家心切 票回来跟我们老两口道别来了 他想回来就回来 想消失就消失 我儿 他一定是回来有话想说 我儿子他死不甘心哪 老伴儿 他的魂儿回来抱冤了 你说林白去了外地做生吗 什么地方 梁州 去了两个多月了 他娘天天念叨 我儿啥时候回来呀 这不回来了吗 你要不要再看一眼 来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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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回催命啊 你就不能消化一下 然后等会儿多吃点吗 四娘真不容易 我说李少强 第一呢 我今天的饭不是在反射吃的 这第二呢 韩清已经复述过了吧 我路上跑着跟他说的 但是他听没听进去 我就不知道了 昨天晚上 您真是紧跟着林白一起进来的 我知道 说出来没人信 可我亲眼所见 我儿子魂回来了 这里倒真没有别的出口 没有能藏人的地方 没有大建家具 没有机关暗道 房梁也藏不住 真是典型的密室啊 难不成真是魂啊 有意思啊 紫苏妹妹 其实你今天啊 真应该去看一看 难得死得如此干净漂亮 死因呢 简简单单 那皮肤啊 我跟你说 我觉得这件事情可不简单 如果林老太坚持 她看到的是真的 那咱们就得给出个解释 一个大火人是怎么凭空消失的 要不然这长安城又人心惶惶的 我看谁敢喘 又来了李少卿 房明之口甚于房川 知不知道 正所谓 川庸而愧 商人必多 民意辱志 扫摩 行了行了 是有什么菜特别难吃吗 虾儿豆腐 真的特别咸 我让你查的事查得怎么样了 我让你查的事情怎么样了 经书嘛 看了 纯入胡扯 上面 范文都是假的 我就知道 赫源从几个天竹游僧那里 得到一本范文经书 就知道他一定是遇见谁了 安西道上 有一对自称 天竹游僧的马匪 从西州到沙州 所有的截杀案里 十有八九都是他们干的 主要劫持商人 一旦遇到官兵 就拿出几本假的范文经书 伪装身份 我有次收了钱替人压镖 十几个我的兄弟 都死在他们手里 那他们就是通缉犯了 我记得刑部档案里 有好几桩没有下文的西州解杀案 若是匪包 那还得叫四娘一声前辈呢 他们不是有山头的匪包 行踪诡秘 我到现在 都还不知道这帮人是谁呢 从哪来到哪去 现在好了 来长安城了 老娘非得 他们 怎么会跟贺元有交集 查清楚不就知道了吗 你 堂堂大理寺不是很威风的吗 我是要查个水落石出的 我要给我的兄弟们报仇 我来查 我来替你查明白 老大 我们的案子还没破呢 去去 有你什么事啊 林白死之前去过梁州 如果安息道上 真有什么天竺马匪来过长安 梁州 可是必经之地 说说吧 贺大善人 怎么回事 我哪知道怎么回事 我又不认识梵文 我哪知道他写的 是好是坏啊 你确定 你没有故意伪造 妖言惑众 林少卿 这可不敢乱说 您借我撒胆 那就是 送你经书的人 有问题了 其实 也没有高僧送给我经书 这经书 我 是在大门前的石阶上石的 当时正巧长安城都传 天竺高僧天竺高僧的 我就随嘴那么一吹 不是 真的 真的我没骗你啊 我说的都是真的呀 我 少来这道 再不说把你带回大理寺 对对对对 还远房东脚门的张木匠 可以给我作证 老张 老张 听 你说你这 你这都不干了 你还扫什么地啊你啊 那个四娘那个反舍啊 那梁你还真的给人修一下 这四娘平时对你挺好的 你不修人生意都做不下去了 不是三炮啊 你别说我这个人做人不地道啊 你看看我这儿 现在人手都散伙了 这家当我也都卖了 我拿什么帮人家 何不能我给你口空锅 你给我做饭去 老张我也不为难你啊 那什么你这是发了笔横财 要不怎么这么着急走啊 你跟老弟交个十点 没有啊 咱这关系不至于吧 是发了笔小财 你也知道 我这木匠生意就是勉强为止 早就想对付出去了 刚巧 从天竹来了一批和尚 这非要买我这儿的 人家一开口 就是这个说 换了是你你能不买吗 不是他为什么要买你这儿呢 你们这干嘛 我我我能干嘛呀老张 我好奇呗 这天竹人我都没见过 更没说天竹和尚了 我能不好奇吗 这事还有谁知道啊 我说你这弯弯绕绕的 打什么主意呢 我打什么主意 我这想让你带老弟我发财嘛 你不说就算了吗 小气 走了 走 一点进展也没有啊 萨摩和三炮去哪儿了 在西市打探消息 还是那几个天竹游僧 嗯 对四娘的事很上心嘛 你什么时候凭直觉开始办案了 咱们现在应该尽快 从已有的线索里 找出蛛丝马迹 而不是凭空揣测呀 你到底怎么想的呀 哎 哎 要不我再重新验一次尸 既然我没有头绪 就自己找头绪 这尸体不会说话 但是也不会撒谎 就看谁能破译了 少亲 和平方午后来报 又发生了一桩命案 没见过命案吗 喘什么 和凌白的案子 一模一样 我的儿啊 你怎么丢下我们娘俩 就这么走了 死亡匿病 死亡时间是昨天上午 不超过四十 谢夫人 你确定昨晚没有看错 是你相公回来了 他就站在那儿浑身滴着水 他果然是被淹死的 哎呀 他站在那儿 然后走进房间消失了 今天一大早 尸体要坐着马车回来 这也太邪门了吧 你说薛毅去梁州做生意 两个多月了 哎 那辆马车 是我丈夫离家事故的 查过了 跟你买的一样 没线索 这就不明白了 长安已经是天下最大的急阵了 为何还会有商人 跑去梁州做生意呢 他们是去逃货的 因为普通的外国货物 到了长安城应有寄 而真正的奇珍一宝 到了长安城 就成了国贡方物 所以只有在边塞城市 才有私底下的交易 要想逃到真正的宝贝 只有千里迢迢 这不是疯了吗 为了这么一两件奇货 搭上山家性命 这些商人啊 都是疯子 只是程度不同而已 三摩呢 又也到哪儿去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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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都是雕虫血迹 真正的表演现在开始 好 下面有请一位观众 来检查一下我们这个神奇的门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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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来 好 好 我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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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什么问题吗 就是一扇装了门的屏风 没什么特别的 好 这位仁兄检查过了 这门没有问题 下面有请我的两位助手 这怎么不见了 我在这里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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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来 来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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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来 来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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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厉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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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丑 现丑 请多关照 咱们明日请早 谢谢啊 谢谢 多谢 多谢 你笑什么呀 你这个戏法 我已经看破了 都在呢 我刚才已经把两具尸体重新验过了 双叶 吃饭的呀 这是我从林白的尸体那衣夹藏里面搜出来的 外面还包了层防水的油纸 藏得这么保密 总不会是家书吧 鬼画符似的 不会是梵文吧 不对 不是字 小服务 是地图 地图 一天到晚随身藏着 什么不得了的地方 是长安城的周边啊 你怎么知道 你看 这个轮廓 是不是很像长安西南面的轮廓 也就是说 长安周边还有什么秘密的地方 林白去的是那儿 不是梁周 三胖 你还认不认识去边赛逃货的那些商人啊 认识 但也只是认识 没关系 找他们去聊聊 敲安记俩 带平好酒 满堂花醉 我可是一直没舍得喝啊 我舍得 不认识 此事非同小可 现在官府破不了案吧 他们当然破不了 为什么呢 这是两桩连环鬼案 哎 这世上有鬼 你们信不 哎 你还别不信 我告诉你们 我一听就知道 这叫什么 这叫王魂夜归 哎 怎么回事啊 死了的人不下阴司去 拼着一口气也要飘回来吓人 这什么意思啊 这说明死者 有很重要的事情要警告我们哪 你们看两位死者林白 还有薛义 在死之前他们都去过梁州 这梁州什么地方啊 梁州这几百年来多少人战死啊 埋过多少白骨死尸的地方啊 我再告诉大家一件密事 十年前 在梁州东郊的安家村 发生过一桩血案 话说 左右武侯大将军正在合围梁州的时候 离鬼的手下有一伙溃兵 逃到了安家村 村民贪图他们随身的财宝 半夜里下杀手 将他们的财宝据为己有 那十几条人命死的冤啊 阴魂不散哪 从此以后 只要是 有人不小心踏进那个地方 哎呀 冤魂就会自己跑出来 要了他的命 亡魂归来就是要警告大家 那个地方不能再去 千万不能再去啊 千万 大家对刚才那段经文还有什么疑问吗 欢迎提出来我们共同探讨啊 怎么回事怎么回事啊 这都什么时候了 这么晚官兵看到你不得弄死你啊 不散不散关门打烊 得嘞 哎呦我的小可怜 紫苏姑娘快别弄了 没事吧 你过来 过来伺候 嗯 喝了这么多也不知道给我留点 好喝 好喝 太好喝了 就知道好喝 让你问的话你问的怎么样了 啊 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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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然后呢 就不告诉你 你不告诉他 告诉我呀 我认为你 改变了 我认为你 资讯 我给你讲啊 我一般不喝酒 一喝酒 我就说心里话 我对你 明白吧 我明白我明白 我不是 不明白 你 不 明白 你不会明白的紫苏 我不是紫苏 不是紫苏是 司茂财 什么鬼 杜元 李强青 王大壮 虎木 虎林 虎森 咯啥 他刚才说的那些人名 你记住了吧 当然没记住了 我记住了 连户部档案都背了一遍 也真难为你了 这些人住得那么分散 平时怎么联系啊 我问了三炮 他们平时都不但来往 只是纯粹的生意关系 偶尔见面 也只是生意上互相通通窃 抱团好办事 也免受欺负 哪行都一样 非但如此 他们还很排外 他们发现了去梁州的进道 可以省很大一笔路费 这件事情他们对外守口如瓶 林白 薛义 都是从这条路去的梁州 那就派人去探探道 相关人等 先收监 我 我真的 我怎么了 我怎么了 走 慢 慢点 慢点 你最近忙得很呢 造谣声势 煽动恐慌 你想干什么 我 住口 我 我今天只问你两件事 第一 上个月十五 你在府上办集会 林白薛义的家里人 是不是全都参加了 这 解放四林的 不请也不合适吧 那么巧吗 这第二件事 你给我仔细想想 看清楚 这个名单上还有谁的家人 当天也参加了 哎呀 这么多人 我哪能全都记住啊 我得回府上 让宋管家查查请帖呀 尽快 那我现在可以回去 怕几个人陪着你 没意见吧 没意见 你还得做一件事情 鬼案真相大揭秘啊 来来来 你们看你们看啊 这条路啊 特别的难走 贺大山人说了 两庄连魂鬼案的受害者 都是因为知道了一条 通往西域的寻宝路线图 才被杀害的 朱正兄说的没错 从第一个死者的衣服夹层里 在这儿呢 就搜出了路线图 看见没有 各位 既然得知了这个秘密 咱们总得做点什么吧 否则他们都白死了 对 绝对不能让他们白死 不能让他们白死 来 我们干了这碗酒 我们成立一个寻宝同盟 来 咱们干了 来 咱们干了 来 干 消息刚散出去了 看他们合适行动吧 来 你干嘛不吃啊 萨摩 你已经吃了七碗了 世界上可没有任何事 能耽误他的胃口 我当你夸我了 不叫后面这人 虽然神经百战 可每次收网的时候 都紧张得像进洞房呢 闭嘴 是 禀商信 都准备好了 你们先出发 一计行事 多留神 今天估计要等到此时了 不许偷懒 是 我也要去 小心动而已 扯 你从右后卫 叫来了一个小队 为什么不让我去 因为答应你的事没办到 这回我欠你的 李承义 你是个自恋狂 你知道吗 开赌了开赌了啊 我们赌一下 今天晚上 会在哪一家 抓到真秀 来啦 来了 但是 乱闹 二半 都不正 萨莫多罗 你只认西市木匠张继龙 为两起连环杀人案的主谋 可有证据 有 张牧奖作坊里的五名学徒宫 就是仁政 也是同谋 因为昨天晚上一并被擒获 传五名学徒 长得一模一样 李侍郎 这就是易容术 没错 张牧奖学过易容术 他既可以装扮自己 也可以给学徒们易容 那 那 这就是本案离奇情节的关键点之一 接下来呢 我要先来说明一下 这两庄命案当中的惊悚事件 到底是怎么回事 请允许传唤数师徐良 传 下面呢 我将为大家表演顿数 请允许我邀请我的两位助手 还有 坐上三位观众上台 刘四卿 周侍郎和王仲成 难道你们三个 不想解开这个谜题吗 简直是胡闹 是啊 搞什么鬼这是 演出 开始了 这是要干什么呀 这个门看上去呢 跟普通的门板一样 三胖 各位 请看这儿 三摩呢 人呢 人呢 三摩呢 人哪儿去了 看来这里头又有玄机呀 肯定有玄机 周四星 周是吗 三摩 怎么样 这就是我为大家表演的顿数 我的顿数表演得还不赖吧 没错 被你给识破了 这和案情有何关联的 当然有关联的 其实呢运用的是相同的原理 活人既然可以在这儿消失的话 在密闭的一个空间里同样也可以 咱们看一场好戏吧 嗯 当天晚上呢 凶手一融成了林白的样子 然后进入林白家推开门的时候 门是正常的模式中 然后把门关上 接着凶手就把隐藏的门栓弹出 于是呢 儿子 儿子 没有啊 出门之后呢 在门外的凶手 又把门轴换回了正常的模式 是 整个事件就是这个样子 三位官人 请回吧 如此巧思 相信只有精通木工 和机械原理的人 才能够做到 像徐良这种半调子 恐怕是不行的吧 我只懂简单的机械原理 我的道具 都是张木匠给我做的 我要求很高 长安只有他能做到 那你们交情很好吗 一般般吧 不过他手艺还不错 为我做了许多道具 我为了省钱 教他一点小小的易容术 也就是说 张木匠在徐良那里学了易容术 然后戴上斗笠浑身临湿 在半夜足以蒙人 所以这两次亡魂夜归的奇观 都是张木匠一容成王者的模样 再通过改造之后的门板 来完成的 事实上 死者已经在前一晚被他们溺死 只等到演完半夜的鬼戏 第二天一大早再把尸体装到马车里 拉到死者的家门口 真漂亮 你这都是异想 我怎么可能有机会 去别人家里改造房门呢 这件事啊 恐怕就要问贺大善人了 各位官人好 贺大善人 请问上个月十五 在你们家举办的法会 是不是邀请了林白薛毅 他们两个的家人参加 是 为什么 啊 我 巧合 纯 纯粹是巧合呀 我这个人喜欢热闹 也喜欢排场 所以我每次做法会的时候 那都是请几十位的 街坊邻居一起参加 那天刚巧给这两家发了请帖 他们都来了 他们也没事 那 就来了 也就是说那一天 林薛那两家人都不在家 这件事 张牧将知道吗 张牧将 上个月初十 他到时到我府上 去修理过客厅的门柱 闲聊几句 我提到了十五要办会 当时管家把请帖就放在厅堂里 想翻看肯定有机会啊 好 谢谢啊 就这样 你得知情况后 潜入林薛两家 改造了房门 还有 究竟是谁把那本假范文经 放在赫府门口的 又是谁 把天竺游僧来长安的鬼话 到处散布的呢 作案动机查明了吗 查明了 两名死者都去了梁州经商 他们在长安都加入了一个商会 商会内部知道了去梁州的一个禁道 可以节省很多时间和费用 但这条禁道要翻过长安西南的一座无名山 阻碍了凶手团伙在山上的秘密活动 所以被杀了 什么秘密活动 三炮 禀四卿 我带人按照林白的路线图去查看过 发现有安营扎寨的痕迹 把你的意思说清楚 就是说 有军队驻扎过 根据兵部档案 大唐从来没有复辟经过那条山路 根本不知道什么时候开辟出来的 情况很明显 有敌军潜入驻扎 窥伺长安 凶手团伙制造连环杀人案 第一是想灭口 第二则是想通过亡魂夜归的异象 引发恐慌 制造诅咒之说 杜绝知道此事的长安商旅再去暗示 所以我才想要引蛇出洞 让贺善人放出假消息 其他商人以为真有什么寻报头 都嚷嚷着要去 凶手便自然会坐不住 为了吓退大伙 他一定就会再次上演恐怖事件 但是我们不知道 这一次凶手会出现在哪一户人家 根据排查 城里还有十个本地商人 从那条小路去了梁州 而他们的家人也都参加了 上个月十五赫府的法会 也就是说 他们都可能是下一个夜归的亡魂 所以我擅自做主 调了幼侯卫的一个小队 在所有可能的商户家里 埋下了人手 结果我没猜错 这次的靶子 是商人朱正 他是最近寻宝同盟的发起人 昨晚凶手打算亲自杀了朱正 以警校友 而五个学徒 都化妆成朱正的亡魂 去其他商人的家里装神弄鬼 这样一来 等到第二天朱正的死讯传开 人们会有多恐慌 自然就不必说了 还不从事招来 张继龙 还不从事招来 张继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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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 五位学徒 一耀神自尽 张继龙 张继龙 借过 要不你来 谁啊 是不是他们来了 谁啊 少跟我装傻充了 那些迦兰国余孽 你声音再大点 全凡事人都听见了 我还能不了解你吗 除了他们 谁还能把你吓得魂不守舍 晚饭放着鸡腿都不吃 不饿 少来 是不是他们我还不确定 不过如果是的话 一场浩劫在所难免 该来的无需躲 有人找你续救 我请酒 想搞事 老娘剁了他下酒 鸡腿放这儿了 没视频 煌鸡腿放错 顾鸡腿放着鸡腿吧 会儿と 今夜 gag 请她 先说好了 这次要真见到脏东西 回去可得给我爹证明 你爹堂堂捕头 竟然被鬼吓的尿裤子 真是闻所未闻啊 行 你们就笑话 我看你们要是真见了鬼 还笑不笑得出来 走 鬼在哪儿呢 在这儿呢 没有 鬼在那儿呢 你别瞎嚷嚷 小心把他喊出来 我告诉你们 这儿没有 咱去二楼 别乱跑 走吧 走了走了 快走啊 走走走 你快走啊 咱们都到这儿了 有鬼啊 有鬼啊 瞧吧 你给吓的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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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味儿啊 神有鬼也得熏跑了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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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跟你爹要没用 我看你倒哭了没有 要了 要了 你别动我 我告诉你 我爹绝对不可能 平白无辜地吓成那样 也许是这回今天出门了 也许 是不是你在这儿哭呢 不是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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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 别 别 不要 不要 父亲 您找我 据说北城古楼多年闹鬼 给你五天齐线 彻查此案 那鬼 有鬼抓鬼 装鬼抓人 陛下对这个案子十分重视 事关是否可以在北城修建行宫 别让我失望 孩儿明白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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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客官 公子这边请这边请 小小心力 上头啊 请就请 这是什么 感谢公子的天籁 为我们招揽了这么多的客人 谢谢 少在那儿给我装模做样 每次让你干活都这么的难 赶紧给我洗碗去 谢谢公子 行 我 cards 这个葫芦 让你处理一遇 这个儿子 和原床 许多言 可就是 Johan 小兄 该就 挺好听的呀 天籁呀 好帅 咋了 狗龙 我好干活 全身吹笛 还说成这样想死是吧 怎么在你这儿 我说猪汤公找不到了目的 看我不打断你的手 别吵了 别吵了 这笛子我买了 买 这可是大名鼎鼎的张家木齐 大兄弟 这笛子就归你了 好好吹 将来必成大器 我的呢 我的呢 想要钱 跟我来 皇上想在北城建行宫 却听说闹鬼怕不吉利 让我爹查 我爹就推给我了 我这知道跟你来没好事儿 像这种无聊事儿啊 找理这去 少废话 快走 北城地势阴寒 交通不便 不宜见行宫 回去就这么跟皇上说 少了他大型吐沫 老米伤财 宫里的事哪轮到我插嘴 从自然 раздел起码失败 我不会 想要这种生命呀 但是我以为不要 我只能去 但我为你 这种生命呀 我尽管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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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尽管你 我尽管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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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尽管你 我尽管你 你尽管你 唯狗我尽管你 我尽管你 你开 让你瞎闹 你看 你觉得这是什么造成的 反正鬼是没有脚印的 我听说上次有几个书生半夜在鼓楼见了鬼 吓疯了 是啊 其中一个现在还在卧床进养呢 我记得这原来是个酒馆对吧 原来生意特火 后来掌柜病死就关门了 还挺别致的 把这儿重新装修得花多少钱 你想开饭馆啊 那是我人生最大的梦想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萨摩 你吃什么呢 新鲜的 你要不要来一个 我不吃 我一直很好奇 天底下有你不吃的东西吗 我们让我们去Et b 恩 摄模 你别装神弄鬼了 挂摩 干点正绩是能死啊 别闹了 这楼里除了我们俩 还有别人 那这是 李震 我们去过了 那个地方果然有问题 累死我了 去哪儿了 鼓楼 是鼓楼闹鬼案吧 是 我不想查那个案子 为什么 说实话 近两年 摇曳严重 百姓已经怨声再多 如果能借此案 能够阻止皇上大兴土木 不查也罢 若要阻止皇上大兴土木 有很多别的办法 单凭鬼神之说 只怕敷衍不了多久 鼓楼闹鬼 已经让周边百姓 人心惶惶 我们有义务 给大家一个真相 说得对吗 查案本身没有错 再说 这种大案 还得李绍卿亲自出马 方能讲小鬼 手道擒来吗 我们两个已经去现场勘查过了 并没有发现什么有价值的线索 我觉得还是要从几日前 鼓楼遇鬼的那个书生查起 你说呢 林公子还没醒吗 刚回来那天 醒了一次 不停地叫喊着 有一颗跳动的人头在敲门 然后就昏了过去 现在还没清醒 跳动的人头怎么敲门啊 没手啊 当初把我丈夫就吓得够呛 现在他又缠上了我儿子 头 谁的头 都说那头是正小云的 他跟你们家有什么渊源吗 我相公是这个阵的捕头 当初小云死的冤枉 我相公却迟迟没抓住 害死她的凶手 小云才会阴魂不散呢 这鼓楼里到底发生了什么呀 这鼓楼里到底发生了什么呀 小云颇有几分姿色 不幸被沐上张家儿子看上 这张田霸认称张黑手 手上有一颗黑色的胎记 平日飞扬跋扈 心狠守黑 六天晚上 他趁着酒印 就把小云给糟蹋了 小云羞愤难挡 跳楼自尽 张田霸从此失踪 官府抓不到人 只能不了了之 从那以后 鼓楼就开始闹鬼了 好 见过女头还活下来的 只有林捕头一个人吗 据我所知 是的 就是不知道我的猫儿 能不能有这个好命了 如果林捕头回来 你告诉我们一声 你看 广姑说话了 也没给你们上茶 翠儿 快上茶 哎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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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捕是在草丛里第二天才发现的 是谁把她转移了呢 我们去的时候还看到桌上有供奉的水果饭菜 新鲜的 如果是供奉的话 谁最有可能呢 还要问嘛 小云父母啊 不对 案子已经判下来了 并不是装冤案 只要找到张天霸就行了 小云父母装神怒鬼 有必要吗 而且他们究竟怎么装神怒鬼 才能把人活活吓死呢 哎 我是李少卿 上官大小姐 上官大小姐 咱们能先安安静静地吃顿饭吗 明儿一早到小云家看看就清楚了 我这个爹当得真没用啊 好不容易讨回个公道 还让张天把那个混蛋给跑了 我就是这样下去 那也没脸见我的女儿啊 你们二老每天都会去那鼓楼打扫供奉吗 孩子是死在那里的 我去那伤心地干什么的 当初小云跳楼 这身体被摔得粉碎 我现在想想突厥的痛心啊 直到现在 我们老夫妻 也只是每年在坟前祭奠一下 那个地方我们再也没有去过 我们能否查看一下小云的尸体 这 这对找到张天霸有极大的帮助 不用你吗 让我来 好期待好期待啊 陈年的尸体还真是难得一见 你们猜猜 腐烂到什么程度了 还剩多少皮肉 猜猜嘛 她骨头怎么碎了 她是摔死的吧 其他部位你就别管了 你就看一下她的头还在不在 安葬的时候也没有好好清理一下 是 头 头在不在 谭双叶 干嘛 头 麻烦你检查一下 这头盖骨都撞得粉碎 头盖骨碎了 这么说头还在 走了 走 是 是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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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这是 狗averzil 小芸的头还在 那又怎么了 说明鼓楼上的人头不是小云的 我想一定是村民间尸身零碎 所以才以讹传讹 认为尸体是没有头的 那鼓楼里跳着的那个人头是谁的 这些迹象只能说明有人在搞鬼 受害人都查过了 再去张天霸家里查查吧 他家是查恩顶级牧上 这笛子就是他们家做的吧 嗯 音色不错 肃武勿扬 吹得不错 你是知音 不能白挺 快个钱 张掌柜